余生请多指教 连个靠谱的播出时间都没有 就出来了所谓的全局泄露的消息 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 而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 都以为这40集的审核视频真的流出了 全网都跟着找地址下载链接呢 殊不知经过大家的测试 这些未播出的版本根本就是假的 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推出一款视频软件而已 可以看得出来 太多人想借肖战和杨子给自己牟利了 余生请多指教是俄昌 今年最重要的影视作品了 但各种论七八糟的事情也是最多的 俄长请在芒果台上映 但芒果台选择了放弃 疑似还把版权卖了 可能会是番茄和蓝台两个平台播出 其实在芒果台上映 有利有弊 好处就是买的热搜特别多 天天上各种娱乐节目 宣传范围和力度极广 坏处就是剪得支离破碎 一集中有半集是重复的内容 就像广告中插播了电视剧 一旦余生播出后大包 小战将会成为娱乐圈当之无愧的 新时代顶流小生 而杨子在电视剧领域称霸的局面 也将彻底奠定 小战将会成为娱乐圈寸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